我没有买到什么东西 基金是很巨大 它会浪费你的时间 不去这些远远的商店 随着中国电子支付平台建设的不断完善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加入到了买买买的队伍中 临近双十一 中国的电商平台再次迎来了一波购物高峰 今天让我们一起去问问 在中国的外国人最喜欢上网买什么东西 例如我去店铁 我去店铁 我去店铁 我都没有在我的尺寸 我去店铁 我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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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尺导 我做过大东西的东西 我买了我的衣服 我买了衣服的衣服 我的衣服是很好的 我愉快 我愉快 我愉快的衣服 我买了衣服 我买了衣服 它是很舒服 所以每天我都会穿它 我想它们放着它 它让它们是冷却的 我愉快要吃 我的手法 会有很多东西 我需要很多东西 除了商品齐全 价格实惠 中国电商的配送速度也被诸多外国用速点赞 compared to the UK everything is quicker and cheaper if it doesn't fit i can just send it back in europe in portugal where I'm from things take maybe weeks two weeks a month and here in China three days and it's already arrived so it's much quicker than in in my country there is one time I was buying something it was I think in Shenzhen and it arrived within three days 很快 我可以一直查看 我的手机在哪里 这是一个选择 我的天 这是很困难 我可以一直问我的中国朋友 我们有节目的节目 他们没有规律 几乎所有东西 我觉得很负担 因为我可能数据不好 所以我觉得很难 如果第一感受 我就可能会去找 你爱芳妇 做 你花更多 你花更多 我不太好 我认为它很简单